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巴菲特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持股變化出爐 結果令人吃驚 貌似一直看好美國的巴菲特也開始做空美元了 根據最新13F的文件 巴菲特賣出了擁有JP Morgan股權的61% 以及26%的Wells Fargo的股權 這還不止,巴菲特甚至徹底清空了Goldman Sachs 190萬支股權 與此同時,一向不看好黃金的巴菲特 居然花了5億6千萬美金購入了巴里克黃金公司 開始做多黃金 但奇怪的是,你要真說巴佬徹底不看好美國銀行股了吧 又不完全是 因為也就在8月初,巴菲特在前後12個交易日裡 花了21億美金購買了8500萬股的美國銀行股權 將控股數抬到了11.9%的控股權 在深究了JP Morgan,Goldman Sachs以及美國銀行之後呢 CK或許找到了這一步棋之中的緣由 那就是巴菲特在應對可能發生的類似08年的衍生品風暴 大家好,我是CK,一個致力於投資理財的頻道 每週三,週六準時更新視頻 記得訂閱以及點擊小鈴鐺來獲取最新視頻哦! 現在視頻正式開始! 之前有一期視頻,我們說到了德意志銀行的衍生品 正在如何埋下炸彈隨時可能爆炸 其實美國銀行的衍生品也已經到了不容樂觀的地步 而巴佬極有可能是在未雨籌繆 截止到2020年的第一季度 擁有衍生品最多的四大銀行 擁有著所有美國銀行業衍生品的86.7% 其中排名第一的為JP Morgan 擁有著整整59兆的衍生品 第二名為Goldman Sachs,擁有47兆 第三名花旗銀行有著44兆 而第四名則是美國銀行有20兆 作為對比,美國的2019年的GDP總量為21.44兆 堪比排名第四的美國銀行衍生品的總量 JP Morgan則是擁有著兩個美國GDP總量的衍生品 如果這四大銀行的衍生品總量已經到了如此驚人的地步 那這個炸彈為什麼還沒有爆呢? 原因就在於這些銀行使用的是淨額結算 就例如這邊這個例子 銀行A與銀行B之間簽署了10份衍生品合同 但不同合同中卻有著風險抵消的作用 其中6份做多,目前價值為500美金 4份做空,價值為負的350美金 雖然是10份不同的衍生品合同 但淨額結算的方法就允許了這做多與做空之間風險抵消 最終銀行A與銀行B之間的衍生品風險便只有150美金 遠遠小於10份衍生品的總量之和 但衍生品向來就是如同蜘蛛網一般錯綜複雜的存在 先不說這些銀行是否能夠精確地計算出合同風險 這些風險在市場崩潰時是否真的可以互相抵消 但即使就看銀行自己算出來抵消之後的淨額結算數據 這個風險值也已經到達了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來的最高值 在那麼多的衍生品之中 佔據百分比最多的其實不是導致08年金融危機的信用衍生產品 而是利率掉期交易 但與08年不同的是,08年金融危機前,利息還不是0 但現在利息已經降到了0 也就是說如果不實行負利率,利息上漲就只是時間的問題 對於利率掉期交易,大家要想知道具體的操作 可以去看之前這一期視頻哦 但簡單來說呢,利率掉期交易就是一種衍生金融合約 允許雙方得到自己需要的利息支付方式 像是這邊,Paul想要將活期利率轉為定期利率 而Mary想要將定期利率轉為活期利率 銀行就成為了中間人的角色 通過發行兩個利率掉期交易衍生品 建立相反的倉位,賺取佣金 同時這多頭與空頭相抵銷的模式 又不會被算入之前的金額中 只是這一切的前提是 支付活期利息的Mary不會壞賬的情況下 現在的利息已經是0 將來利息向上升高的可能性 遠遠高於利息降低的可能性 支付活利息的Mary如果壞賬 這個銀行所建立的互相抵沖的關係就不復存在了 那既然美國銀行連同JP Morgan以及Goldman Sachs 都在銀行衍生品前四的排名內 那為什麼巴菲特選擇減持JP Morgan 甚至輕鈎Goldman Sachs 卻加倉了美國銀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三家銀行 所賣的衍生品有什麼不同 先來繼續說之前的利率掉期合同 利率掉期衍生品中有著一個更為危險的種類 稱為場外衍生品 此類衍生品的建立跳過了中間人 是兩方之間直接成立的衍生品 也因此避開了許多政府管理與審核 並且因為沒有中間人做清算 擁有著更高的壞賬風險 在擁有利率掉期衍生品最多的四大銀行中 Goldman Sachs以及JP Morgan並列第一 並且就按比例來看 Goldman Sachs有著最高比例的場外衍生品 而美國銀行無論是絕對值還是比例 都遠遠小於Goldman Sachs以及JP Morgan 除了利率掉期衍生品 導致08年金融危機的信用衍生品 到了2020年的今天也是風險重重 根據計算 JP Morgan所有的信用衍生品的產品合約 所面臨的壞賬風險高達4040億 但計算的銀行準備金卻只有2200億 也就是說 壞賬金額與銀行準備金之比高達181% Goldman Sachs的這個比例更是誇張 居然有319% 相當於Goldman Sachs的銀行準備金 只有壞賬金額的1% 相比之下呢,美國銀行則是健康的多 這個比例只有68% 這是不是就是為什麼 巴菲特決定減倉JP Morgan 並且清倉Goldman Sachs 同時加倉更為安全的美國銀行的原因呢? JP Morgan在08年的金融危機時被美聯儲救了 作為大到不能倒的銀行 這些衍生品炸彈一旦爆炸 美聯儲要是再次出手救世並不令人意外 而這便意味著印更多的錢 造成美元貶值的同時 對黃金卻是利好消息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巴菲特同時加倉 與黃金價格息息相關的巴里克黃金 當然,在巴菲特給予他的回應之前 以上只是CK的推測哈,純屬個人意見 我們再來看一下CK這週的財富自由股息投資的更新 美股2020年第二季度的財報才剛剛告一段落 又迎來了澳股這邊財政年末的財報 先來說說差強人意的 能源公司AGL年度財報顯示 由於能源價格降低 外加經濟不景氣導致壞賬率的增加 AGL的年利率暴跌22% 而更讓投資者失望的是 AGL宣布將對未來兩年的股息 取消股息稅30%的減免優惠 股價因此暴跌10% CK澳股Portfolio中 AGL佔大約5%的倉位 就目前來看,CK還是決定繼續持有AGL 畢竟作為澳洲最大的能源商 是很好的通貨膨脹的對沖 同時,AGL也是澳股中 最大的新興能源投資者之一 一旦經濟恢復,這一塊的需求也是不可或缺的 相比AGL,CK另外投資的電器零售商JB HiFi 以及電器品牌Breville的年報則好很多 因為在家辦公,加大了大家對科技的依賴 JB HiFi年收入增長了11.6% 同時年利潤上漲了21% 股價也因此上漲了5% 公佈的年股息相比去年上漲了33.1% 以家用電器為主的品牌Breville 年收入並沒有受疫情影響 反而增加了25% 但因為先前這支個股的股價上漲太猛 形成溢價 即使財報不錯,股價也是回調了將近12% 倒是給投資者們帶來了一些加倉的機會 同時Breville今年的股息也相比去年上漲了10.8% 而美股這邊依然是滿滿的牛市 由於較好的失業率數據 外加特朗普最新的失業救助行政令 標普離到達新高簡易不知遙 但要衝破這層阻力 恐怕還需要一些新的利好消息 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主要文章鏈接CK會放在置頂評論中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